市议会在今天举办议员联谊活动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以及新北市长侯友宜同台 三大巨头的互动成了焦点 议员透露说朱立伦跟侯友宜之间的互动 毫无违和感 而且笑容可掘 外界也同样关注韩国瑜是否出战2022或是2024呢 对此韩国瑜态度很低调 只说今天是韩市长回娘家 今天韩国瑜韩市长也来选招 这我一个好评仇 台上朱立伦在致辞好麻吉韩国瑜台下忙拍照 新北市议员的联谊会 国民党两大巨头同框 也没少了他 今天韩市长到现场 我们欢迎韩市长 谢谢大家 也祝福大家 公投结束后 侯友宜和朱立伦同台 两人碰面握手寒暄 互动交流也没少 韩国瑜一言 韩市长对不起 在这里 这里才是一言 对对 让我讲对了 朱立伦贴心提醒韩国瑜是以前议员的身份出席参序 朱侯两人间的关系似乎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尴尬 其实我们在舞会联礼上经常都有机会见面 今天就是很单纯 就是要谢谢一言们 至于韩国瑜也被邀请上台致辞 但却婉拒坚持不上台 被追问2022和2024的规划 韩国瑜这样回应 有人希望你出来选2022或2024 谢谢 谢谢大家 祝福大家圣诞快乐 谢谢大家 今天韩先生回娘家 实际味道绝口不提 作风一向低调的侯友仪也被点名2022 会不会再来一个汉子 秃子 燕子 大合体 现在离写景很早吧 我们好好做事吧 我会做一个完整的规划 推出最强的阵容 反省检讨我们一定会做 大肆大非 我会坚持 蓝营三巨头同台 不只互动备受关注 朱立伦口中的最强阵容 对外持续 卖关子 记者人说李何荣 新北市报道